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吳敦義 二十七日下午抵達臺中市議員黃仁的服務處 受到地方居民熱烈歡迎 花東 自強 兩村的居民代表遞交陳情書 希望吳敦義能協助解決兩村的就地重建的問題 隨後黃仁議員也遞交臺中市原住民政策白皮書 希望吳敦義能多關注都市原住民的議題 共同候選人能夠跟鄉親面對面了解大臺中原住民的訴求 兩村一直目前都一直沒有辦法安置 所以希望訴求原地重建 九二一地震後許多在大臺中打拼的居民流離失所 就前往現在臺中太平自強新村 以及霧峰花東新村贊助 到現在歷經十二年多 所居住的組合屋早已不堪使用 兩村居民在原地也居住習慣 秀希望能夠就地重建 吳敦義聽了居民的訴求後立即承諾 表示只要政府提供土地並建置公共建設 也有募到民間善款 如果馬總統順利連任 就會馬上進行重建工作 我們既然可以為民國九十八年發生的八八水災 興建永久屋 就應該也幫助民國八十八年的九二一地震 我們原民同胞興建同樣的永久屋 只要馬總統當選連任 我會把九二一地震留下來的花東新村跟志強新村 吳敦義開出競選支票 不過還是必須要等到明年一月十四日 如果能順利當選才會大力來執行在地重建 有居民樂觀騎乘 可能這次武動議院長看到這個城景以後 有一些迷目了 也有人不以為然 但是他講那句話 只要這次連任才能夠做這些的話 那有這一個委員一點的泡泡 我也希望說我們的武院長不連任也好 過去十二年多以來 每次只要有選舉 候選人就會前往花東自強兩村敗票尋求支持 不過居民抱怨十二年來還是住在破舊不堪的組合屋裡 情況並沒有明顯改善 記得NO台東市採訪報導